字幕提供 它的出现几乎影响着一代掌机玩家 那就是塔克拉公司推出的热斗系列作品 从1993到1999的六年时间里 塔克拉一共在GP上发行了九款格斗游戏 这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全皇95、96 四魂一代和三代 二郎传说2和RBS二郎传说 另外三个在GP上的知名度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这么高 分别是《世界英雄2Jet》、《斗神传》和《决斗超能勇士》 需要指出的是最后发售的《超能勇士》把前缀中的热斗换成了决斗 由于这部还是塔克拉发行 游戏的风格也和前面的热斗作品一脉相承 所以我就把它算在热斗系列之内在本视频中一并回顾 塔克拉是一家成立于1955年的日本玩具制造商 和其他有扩张想法的公司一样 在那个电子游戏行业野蛮生长的80年代初进军了这个市场 1984年,塔克拉和美国的孩子宝公司 合作生产了变形健康玩具后一举成名 可能是经营的重心还放在玩具的销售上 在整个80年代,塔克拉在游戏界远没有在玩具界出名 1991年,随着《接班2》横空出世 格德游戏开始大爆发 塔克拉也将目标转移到了格德游戏上 在和SNK的合作中取得了一些热门游戏的发行权和程序改编权 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程序改编权这种说法了 因为当时从New Joe移植到性能弱很多的家用机和掌机就需要删改很多的内容 在一些移植游戏的标题下方会有著名 这段期间,塔克拉发挥了自己出色的资源整合能力 将不少游戏的移植工作外包给了其他开发商 自己负责与发行相关的商业运作和少部分游戏的移植工作 《四魂》是SNK在1993年推出的一款基于武器的格德游戏 和其他通过连续剂造成重创的游戏不同 《四魂》里往往一记怒气重展造成的伤害就可以将战局彻底的反转 契合了现实中刀剑破坏力的同时,也给玩家带来了巨大的爽快感 游戏还融入了浓厚的和风 《四魂》也因此在格斗游戏界独居一格 1994年,Takla将《四魂》带到了GB、GG、SFC、MD四个主机上 GB和GG版都是由Takla移植 两个掌机的版本采取了不同的游戏风格 GG的人物比例和玩法更趋向阶级版 GB则做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版本的Q版格德游戏 包括三个隐藏人物在内 登场人数甚至是超过了阶级版达到了15人 在小小的屏幕上,角色的一招一式都有模有样 在看到街机中刀光剑影一触即发的生死之战 变成了可爱的半家家 这种反差给玩家带来的感觉还是很新鲜的 当时GB上也有一些其他的格德游戏 比如有着早期类似QTE玩法的《飞龙之拳》 人气极高的漫画改编作品《悠有白书》和《北斗神拳》等等 这些大多都是根据GB平台特性量身定制的原创游戏 《试魂》也许还是第一个将热门的格德游戏 改编成三头生Q版的格德游戏 和GG版相比 玩家在玩GB版的时候就不会用街机的标准去审视它 如果参照物已经换成了热血格斗的话 那么GB因为硬件限制而造成了游戏体验问题 都能得到宽容和谅解 这种另辟蹊践的做法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我们现在通过后视镜来看 GB的《试魂一代》和后面的热门作品相比 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 比如人物可以刻画得更加的精细一些 攻击的距离和判定也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还有每局结束后的基本时间过长等等 加上《试魂一》原版就因为招式过少 和没有超杀的设定 使得GB的耐玩度就更加的捉紧进走了 但总的来说 《热门试魂》还是开创了一个掌机格的游戏的新时代 94年的7月29日 距离《热门试魂》发售仅仅一个月后 GB的《热门试魂传说2》发售 游戏由SUNL开发 TAKLA发行 从时间上看 这两部作品的开发工作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人物比利和《热门试魂》一样采用了三头生Q版的设计 招式同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 在使出必杀机之后 屏幕上还会显示招式的名称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比较赞的地方就是 背景使用了动态的卷轴图层 画面显得更加的生动 游戏删除了《热门试魂》系列特色的双线移动系统 这个包扁不一的双线移动 可能也是格德游戏史上最具争议的系统之一 《热门》系列的老玩家可以利用双线打出极具观赏性的对局 新手看到对方一来一去就会觉得非常的头疼 在GP版中删除也还好 毕竟不是正统的作品 由于是重新改编的游戏 在招式的设计上可能太过注重视觉的还原 而忽视了一些竞技层面的东西 比如你很难通过近招拆招的方式获得格德游戏的快感 在二狼里有一些现在看起来非主流的指令 在掌机里也并没有降低输入的难度 加上时而脱漫的游戏速度 有时候你会因为看到了对手的破绽 而发不出预想的招式和烦恼 虽然作为热斗系列开山制作的 二狼和四魂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对于当时的玩家来说 能在黑白的掌机发出和接机里一样的招式 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 此外任天堂在94年6月发布了一个 对应GB的SFC专用外设Super Game Boy 可以通过这个东西让GB的卡带运行在SFC上 也就是说让GB的游戏显示在电视机上 由于GB的分辨率不能在SFC满屏显示 游戏画面的背后会添加上一个背景层 赤魂发售的比较早还没来得及加入那个背景 二狼传说2就成为了第一个加入SGB专用背景的热斗游戏 1995年2月由Btop开发 Takala发行的热斗世界英雄2Jet发售 游戏的接机版是ADK公司开发 SNK发行 相对于MVS上其他的热门游戏来说 世界英雄的知名度似乎没有这么高 里面的角色以各国历史上一些知名人物 或者是幻想人物为原型设计 比如有福布伴杖、孙悟空、成吉思寒、吕布这样的人物 在游戏中可以体验到超越时空的大乱斗 由于当年接机厅都被街霸和群煌占满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没有见过这个游戏的 但是当看到基德团长发出的蓝色的鲨鱼后 我就想起来了 这游戏我绝对见过 这期公播太独特了 让人过目难忘 四镜熊二Jet是二代的加强版 新增加了两名角色和前冲后刺等要素 操作灵弧度更高 GB移植的也是这个版本 在战斗节奏和打击感上 比二郎传说二有不小的进步 附近如此还加了许多料 比如可以空中追击、专属的超杀 一线招式的伤害也非常高 通过简单的连续剂就可以把对手的血槽打空 玩出了失魂怒气重展的爽快 总的来说 GB的世界英雄有自己的特色 还是很好玩的 1993年底 世家推出的VR战士掀起了3D格斗游戏的风潮 《斗神传》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诞生于PS的3D武器格斗游戏 虽然画面已经多边形化 但是操作方式还是基于传统的2D格斗游戏 所以比较容易上手 对于刚从2D转到3D的玩家来说 《斗神传》的镜头运用令人印象深刻 不断转换的视角和人物受到重击时在空中转体720度坠落的效果 都是2D游戏无法实现的 最终《斗神传》在日本和美国市场取得了130万份销量的佳季 96年3月22日 塔克拉将《斗神传》带到了GP上 这也是热斗系列的第四部作品 由于斗神传的指令输入方式本来就和传统的2D格斗游戏一样 所以Q版化之后并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适应性问题 在原作中利用三维空间施展的纵向翻滚回避改成了战力回避 常见于3D格斗的场地击落也得到了保留 对战双方有三次机会 如果在板边被击中就会消耗一次 消耗完后再被击中就会从板边掉落立即判输 由于加入了这个设定 雪多的那边还不一定消到最后 当年和小伙伴对战的时候就热衷于使用把对手打出场外的阴招 掉落的阴效和演出效果还蛮可爱的 非常适合双人对战 《斗神传》在选隐藏人物的方式上是系列最复杂的 其他大部分的热的游戏都可以通过在Takla logo处捆按Select键选用 《斗神传》需要按顺序输入一串复杂的指令才行 以前我和小伙伴就研究了老半天都选不出来 印象中只有一次误打误撞乱按选出来过 这样复杂的指令都能凭运气蒙对 现在想起来还真是神奇 1996年4月26日 时下街机厅最炙手可热的游戏《玄皇95》登陆Gb 本作由之前开发过MD版二郎传说的Gabrian公司开发 登场人数方面由于Gb的容量有限 从街机版的26人删减到了18人 不过即使删减了这么多也还是比之前的热斗的人数更多 三个隐藏人物之中还客串了四魂的人气角色Nak Lulu 也算是一种补偿 《热斗95》的人物比例和以往的系列作品有先许变化 从三头生变成了四头生 肢体更加修长使得人物的动作比三头生更明晰 不过也由于人物的屏占比变小 在进行跳跃攻击的时候落点就不太好判断 个人认为还是体型饱满的角色更适合格斗游戏的出招判定 但是这对于能在掌机上玩到可爱版的街机游戏来说似乎又不是这么的重要 Gb的用户年龄层以孩童为主 玩具厂出生的Takla自然会更懂得孩子们的心思 玩具版的游戏和制造玩具车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在街机游戏火热的年代 小孩只能在人山人海中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操纵着自己喜爱的角色战斗 Takla将这些热门的街机游戏带到Gb上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个福音 在他们眼里结构简单的玩具车就是比真正的汽车好玩 《展红狼无双剑》是四魂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相比前两部做了很大的革新 每个角色都可以选择修罗和罗刹两种剑道 两者招式会有很大的区别 还加入了不易打、推投等新的攻击方式 在决胜局双方红血后背景会发生变化 更烘托了生死战的紧张氛围 以前无论是自己上阵还是围观别人对战 每当进入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的每个细胞都会为之感到兴奋 四魂3在竞技层面和画面表现力都达到了系列顶峰 配上独一无二的音乐绝对称得上是游戏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96年8月23日 具备版的热斗四魂《展红狼无双剑》发售 游戏动用了八兆的大容量卡弹 整体水准也是不负阶级版之名 登场人物比阶级版少了千两狂死狼和花逢愿亥罗 但是在隐藏人物里 除了BOSS《展红狼》外 还补偿了原版没有的柳生士兵位 算起来总体人数只少了一人 分量还是够的 换个角度来看 本作也可以选修罗和罗刹 实际上一人可以当两个人算 说有24人也不为过 难怪施造的卡带装不下这些内容 除了因为聚必兼位少的原因 删除了轻攻击万 其他的大部分系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甚至一线接机版的简单连续剂 都可以完美在线 三代的无线连传统自然也少不了 游戏简易版的场景很好的还原了阶级版的特点 甚至还做出了人物的残像 另外就是破天荒的在战局结束后的特写画面中加入了语音 在GP上用杂波三角波什么的做出语音在当年可是黑科技 四魂3虽然不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凤毛麟角 游戏的节奏和此前同样是Btop开发的世界英雄 斗神转楼比较接近 稍微偏慢些不过影响不大 游戏通过定格针控制使得人物在重展和一些伤害高的招式命中对手后有一定的粘质感 这些元素的巧妙应用在配合利落的斩机音效 对游戏的手感和爽快度都有不小的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GP版的四魂3对原版四魂的精髓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1997年8月7日 热斗全皇96发售 这也是我买GP是一同购入的游戏 当时我还是小学六年级 手里最先见的电子产品是一个叫万子千红的可换卡的掌机 GP是什么根本就没听说过 有一天同学和我说有一种可以玩到全皇95的掌机叫GP 400来块 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来劲了 不会吧 街机的全皇95 这么高级的游戏我真的不敢相信可以拿在手上玩 我当时以为GP的游戏画面和街机是一样的 然后就整天在幻想能拥有这个机器 1998年1月28日春节 我在收到长辈们给的红包后就跑到商场 不顾一切的花了450元巨款 买了香港万幸公司代理的Gameboy和全皇96 本来是想要95的 没有货了才选了96 开机完了之后我震惊了 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 我还以为自己买到了假货 在向同学了解后我才知道 原来他当时说的95也是这样的95 那没办法了 既来之则安之 无论怎样 GP的画面比起万子千红还是高级很多的 热斗96的开发商就是此前开发了热斗95的Gabrin 角色仍然采用了四头身比例 画面风格和操作手感都非常接近 由于街机原版的96将向前突进改成了跑步冲刺 还加入了小跳蓄力跳 使得继承了这些基础系统的GP版96 在角色的操控上就比95要灵活不少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前跳跃攻击不好判断弱点的问题 登场人物方面 想要在试照卡带里放入街机版的人数不太现实 96的解决方案和95类似 删除了大部分人物 作为补偿加入了一些街机版没有的人物 五名隐藏角色中除了两个boss外 还加入了疯狂八神和莉安娜还有天狗 疯八和疯力是97才有的隐藏人物 却提前在掌机游戏中出现了 看来SNK和塔卡拉都是有一些想法的 热斗拳皇96可能是GP上知名度最高的格斗游戏 除了拳皇招牌自身的号召例外 还和制作主大胆的尝试分不开 由于不是正统拳皇作品 可以实现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算起来隐藏要素也是热斗系列中最多的 我本以为96和其他塔卡拉游戏一样 在logo处狂按select就可以开启个大概了 我就这么玩了两年多 之后买了一本游戏密集后 才发现还有其他的隐藏模式 这个模式下可以无限放超杀 反弹气功波 雅迪娜和特瑞的超杀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这感觉就像是在玩一个全新的游戏 当时国内的玩家只能通过杂志的密集栏目 来获取这些隐藏要素 这些大部分都是玩家投稿 和热斗96相关的密集虽然也不少 但是一直没有人提这些 说明很多人是不知道96的所有隐藏要素的 让拳皇在GP上大放异彩的还有盗版商 他们将热斗95和96的人物整合在了一起 再把logo换成了97 由于是同一个引擎制作 完全没有金融性的问题 这么一整使得登场的人物空前绝后 玩起来甚至比正版的9596还过瘾 1998年3月27日 热斗RBS二郎传说发售 开发商依然是合作愉快的Gabrin S&K在95年底的二郎传说星座名字前面 加入了Railboat前缀 这个RB系列类似卡普空的J8 Zero系列 画面比三代更鲜艳 画风也从之前硬朗的美式像漫画风行写 其实这种画风转变在二代到特别版再到三代时就已经开始了 RB系列做得更加的彻底 系统方面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连续记简单爽快 在当时易经推出是引起过热潮的 RBS二郎从名字上来看只是RB二郎的加强版 但是全部图形都经过重新绘制 招式和系统都经过大幅调整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新游戏 此时登陆Gbid也是这个最新的版本 对比同为Gabrin制作的热斗95和96 这次二郎在画面表现上是有不小进步的 场地刻画得更加立体 加入了简单的动态和卷轴效果 仅仅是这一点点小改进就能让游戏的画面看起来变得更有生机 角色的招式细节和特效也得到了加强 变得更加的有魄力 这次还保留了系列特色的双线移动 不论你喜不喜欢这个系统 至少在还原度上是没得说了 隐藏人物有吉思和从拳皇那边客串的八神 登场人数一共14人 在二郎里加入八神也符合Gabrin以往的作风 这次调出隐藏角色的方法又变了 还好我有密集宝典 不然又摸不着头脑了 平线而论 RBS二郎在热斗系列中的水准还是很高的 游戏节奏流畅 画面干净 众多熟悉的角色 代入感更好 无奈发售的时间太晚 加上本身名气就不如全皇 在Gb上的知名度还是不如96的 1999年3月19日 塔卡拉在Gb平台的最后一款格斗游戏发售 它有着最长的名字 决斗野兽战争 野兽战士最强决定战 这英文版的名字我就不念了 怕咬到舌头 野兽战争这部动画在国内翻译成超能勇士 就是那个用3D建模制作的变形金刚动画续集 喜欢G1变形金刚的7080后可能会因为画风原因错过这部动画 当时我90后的表弟就特别的喜欢 还买了不少玩具 我是85的就看不下去 若干年后我通过补课发现 这部动画在剧情设定和人物刻画上比G1变形金刚要好很多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那些快速讲解动画的视频了解一下 由于此时GBC已经发售 超能勇士也是第一个彩色热斗作品 作为Gabron开发的第四个Gb平台游戏 与之前有接机版作为参照不同 这次是完全原创 难能可贵的是 游戏在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值得称道 完全不像是一个新游戏 在竞技层面加入了许多有战术深度的设定 比如每人每局可以发射三次不可防御的慢子弹 敌人被击中的话会处于短暂的硬制状态 可以用来追击也可以用来牵制 角色之间的招式特性都不尽相同 有远距离牵制 也有擅长近身战和驾招反击的 动画里每个角色都可以变身两种形态 在游戏里也一样 通过按下select键切换 两种形态都有一个专属的超杀 再加上红血后的隐藏超杀就是每人三种超杀 而且一线角色的隐藏超杀设计的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三角龙的可以和对手呼唤血量槽 直接逆转形式 惊破天的自爆后会将双方都炸得只剩一点点血 每个人在发出超杀的瞬间都会有定格的画面特写 非常有魄力 除此之外还加入了几个小游戏 玩这些小游戏达到一定分数后 可以开启一些隐藏要素 如果想偷懒也可以通过输入密码 开启游戏的所有隐藏要素和隐藏人物 这款机具的该不能经验和智慧的游戏 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GP平台数一数二的格的游戏 但可能是因为原创动画改编的原因 这款游戏相比前几作在玩家圈里的名气也没有这么高 热斗系列对掌机格的游戏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90年代初期那些热门的接机游戏就连16位机都只能勉强的烈化移植 想要让它们出现在8位机上就更加的天方夜谭了 Takara让格德游戏在掌机上大放光彩成为可能 在机能低很多的平台上Q版移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再之后SNK自家出的NGP掌机都选择了这条道路 直到GP的出现 在强大的2D绘制能力下就无需做这么多妥协 这些人由一个个黑白顶正组成的小人也成为了过去 它是那个时代独特的产物 也是我们成长之路上最好的小伙伴 好的本期影片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观看